主料,面粉500克,青菜菜300克,五花肉150克,鸡蛋2个,主料,酵母粉,水,大骨汤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1小时,用餐人数,1到2人,面皮做吧,将酵母,面粉,容器准备好,将酵母加30度和35度以上的水活匀,不能太高, 手指伸进去感到有一点点温,适于快速拔酵,太高会把酵母烫死的,将调好的酵母水,倒入面粉的中间,用手指将酵母水和面做出一个个小间角,加冷水和面,温柔至手光纸光面光,将容器放至温暖处,盖上纱布,拔酵至两倍大小,再按板上打少许面粉,把面切成大小一般均匀的剂子, 改成中间后周边薄的面皮带用,馅料调制的方法,将青菜切碎肉盐码上,挤出水分,肉用刀剁碎,将肉加盐,背景,再补汤鸡蛋,少许淀粉搅上进,再放入青菜板军,包好包子,上电了是纱布的冷水锅,大火蒸15分钟即可,烹饭技巧,最好在木桌上操作, 不会搅,壳面加水一定要慢,依次要少加,喜欢油里,刷花点口感的馅料,肉最好是选三层肉不带皮,包好后在容器上一定要饧十分钟,才蒸,蒸完以后,不要立刻掀开锅盖,五分钟以后才打开,这样的包子站得住,不会塌陷,大骨汤一次只加半勺,慢慢加, 加五到六次,每次一定搅拌汤水完全被肉吸收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